在早期Gavin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可以在波卡上再做一个以太坊 但是以太坊上却做不出来一个波卡 事实证明 在波卡还没有找到自己是什么产品的最优培养品之前 确实需要先再造一个以太坊 了解波卡的朋友就一定知道Moombing 不能说Moombing有多创新 但Moombing确实为波卡走得更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带着庞大的商业版图出厂的Moombing 是如何优雅地在波卡生态中立足 并且稳稳地占据了龙头位置 Moombing的超神Derek Q 也是PureState的CEO 有着雄厚的技术背景 以及名为的商业洞察力 和RSTAR一样 Moombing的背后同样是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开发团队的支持 Derek Q非常清楚波卡的中级链是不支持智能合约的 想要多链发展的DAB开发者是无法进入波卡生态的 除非自己做一条链来实现自己的业务 并成功拍下平行链插槽 但这样开发周期开发成本都会很高 Moombing不仅仅看到了这一痛点 快速在短期确定了方向 架起一座以太通往波卡的桥梁 并且极大的在技术上尊重以太坊的开发者习惯和用户习惯 尝试把以太坊已有的生态模样移植过来 在波卡上平地起高楼 Moombing的定位是最大程度兼容以太坊的波卡智能合约平台 让开发者能够以最少的更改将现有的Solidity智能合约和DAB 部署到Moombing上 再通过Moombing与中纪链的互通 实现整个波卡生态的互通 主要为那些已经在以太坊上进行了开发 想要多链发展的智能合约项目 提供一个入口 也可以说这类平行链是波卡整体设计思路的必然产物 因为智能合约当前是在区块链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Moombing抢占了这块蛋糕 并且把这块蛋糕合理地分发了出去 要知道波卡是一个基于substrate全新的逻辑 所以要在新品种的土壤之中长出好的生态 必定需要时间 Moombing选择的方向就具备了天然的优势 它可以快速地移植已经在以太坊生态的成品 Moombing的基本能力也定性了它在生态圈的链上属性 但大家都很清楚 想法不重要 能做出来才是王道 Moombing最为人称道的长处 应该是团队超强的市场拓展能力 这跟现在Moombing在生态中夯实的地位 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 在上线初期 Moombing就迅速入住50家个项目 并且在上线后远远不断地将各种类型的老项目 诈解到Moombing上 不断地市场拓展 和后期的稳固生态建设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再者通过培训举办黑客松 提供Brent资助计划成立基金 这些基础也被Moombing生态储备了很多的技术力量 一方面外部吸纳 另一方面内部培养 很多DeFi进入波卡生态的第一站 都会选择在Moombing上部署 可以看到远远不断地以太坊上的项目 陆续接入到了Moombing中 比如近期加入的DEX龙头 Uniswap V3 就通过Warmhole作为中间桥 部署在Moombing上 并借助Moombing进入波卡生态 全新的定位和打法也是Moombing接下来的重头方向 Moombing最早的定位是专注于自身链的发展 但波卡本身的特性之一就是互操作性 当Moombing重新定位 开始拓展跨列生态后 就可以通过跨列的功能 与众多其他链上的应用进行互操作 充分发挥了互操作性对于生态的拓展能力 这将为之后生态的爆发 积蓄力量 总的来说 Moombing的每一步都记在意料之中 又在意料之外 团队把每个方向的考卷都做到了90分 既做到了在早期为波卡赋能 又反过来能让波卡位置蓄力 可以说Moombing给出了一个模范答案 解决好当下的事 永远是最正确的决定 可以说Moombing的移植功能 已经给波卡带来了相当不错的繁荣倾向 但移植过来会不会水土不服 原生的力量什么时候才能长成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那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正在看视频的你 如果有任何不同的意见 随时欢迎留言评论区 关于波卡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续